你知道吗 当我们面对压力或逆境时 定力是那把神奇的钥匙 能够打开通往智慧和福报的大门 定力不仅能增长人的智慧 更能增长人的福报 这听起来或许有点神秘 想象一下 你正在繁忙的大街上行走 四周都是吵杂的噪音 光线闪烁和拥挤的人潮 你的心情可能会受到这些干扰 变得焦躁不安 但如果你有定力 你的心就能够保持冷静 不被外界所干扰 当心静如水 我们的思绪就能够更加清晰 更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 而当我们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冷静 我们就能够更容易阻断业力的干扰 这时 你可能会问 业力是什么 业力其实就是那些来自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 形成的一种隐性的影响力 当我们做了某些事情 这些事情就会形成一种业力 这业力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但当我们有了定力 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对抗这些业力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心静如水 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干扰 定力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重要能力 比如说 当我们面对工作的压力 或是生活中的困难 定力就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冷静 做出最佳的决策 而当我们的决策正确 我们的人生就能够更加吉祥顺畅 而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更是人生的一种重要品质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 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而在这场马拉松中 我们不能只靠短暂的激情或冲动 我们需要的是持久的定力和清醒的头脑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更加顺利地完成这场马拉松 达到自己的目标 定力也是一种修行 它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努力和练习 但只要我们愿意努力 我们就能够逐渐增长自己的定力 让自己的心静如水 面对一切困难都不会轻易动摇 这就是定力的魅力所在 它不仅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 更能够增长我们的福报 而当我们的福报增长 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吉祥顺畅 一切都会随着我们的意愿而进行 所以定力不仅仅是一种技能 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中保持冷静 更能够帮助我们增长自己的福报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培养自己的定力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开始修炼定力 让自己的心静如水 面对一切困难都不会轻易动摇 相信我 当你有了定力 你的人生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面对一件事情时 心情突然变得十分焦虑 一切都乱成一团 或者说 当你试着完成一项任务时 却发现自己手忙脚乱 结果是被公办 这就像是走进一间杂乱无章的房间 每一样东西都不在他该在的地方 你知道你需要的那把剪刀就在某个地方 但却花了很长时间找不到 其实 这不仅仅是关于找不到东西那么简单 这反映出我们的内心状态 以及我们是如何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欲试如果自己先心乱如麻 办事必然失去规矩和章程 这就像是一位厨师试着做一道菜 但因为太焦虑 结果忘记了加某一个重要的食材 或者是调味过重 当我们的心情和行为都没有规矩和章程 我们的人生也会受到影响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建筑师 你需要依照一定的规划和设计 来建造一栋大楼 但如果你没有遵循这些规划和设计 结果建成的大楼可能会有许多问题 甚至可能会坍塌 这正是俗话所说的不懂规矩不成方圆 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许多人试图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却因为没有一定的规矩和章程 结果事与愿违 或者是有些人在工作上遇到困难 但因为缺乏组织和计划 结果只能败走迈程 这都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 以及遵循的规矩 人生就像是一场长跑 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节奏和速度 就很容易跑步完整个赛程 而这一切都从内心开始 当我们的内心乱如麻 我们的行为也会乱无章程 所以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 以及如何组织和计划自己的生活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并达到自己的目标 现在 你可能会想 那我该如何做呢 其实 答案很简单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并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 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 以及如何组织和计划自己的生活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努力 但只要我们愿意尝试 结果肯定会是值得的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困难时 不妨先停下来 深呼吸一下 然后问自己 我是不是心乱如麻了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试着找出问题的根源 并努力去解决它 记住 只有当我们遵循一定的规矩和章程 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的圆满 许多人都梦想着 过着丰富而精彩的人生 但当我们谈到福报时 很多人会想到富裕 名利或是成功 然而 福报 其实超越了这些物质层面的事物 想想看 你有多少次觉得运气真差 总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或是感觉到好像总是失去了那些难得的机会 或者是人缘似乎就是不够好 其实 这些都与你的定力有关 定力是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一种能使你保持冷静 专注且坚定的力量 这是一种在今生中要培养的能力 但也可能是前世的积累 有些人认为 这种力量是先天的 但我相信它可以透过修行和实践来培养 有人说 定力是放下执着的艺术 当你能够释放那些固守的想法和期望 你就能够真正地生活在当下 并以一种平和 开放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繁忙的日子中 身边的事情正不断变动 但你的心境仍然如山一般稳固 这就是定力所带来的益处 但为什么有些人 似乎天生就有这种定力 而其他人则需要努力培养呢 这正是因果福报的运作 有些人可能会尝试 用钱来买他们想要的 但很快就会发现 钱不一定能买到真正的福报 反之 有些人可能从未付出一分钱 但却能够如愿以偿 这一切都与他们的定力有关 你可能会问 那我该如何培养我的定力呢 修行是一个方法 当我们提到修行时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寺庙或冥想 但实际上 修行不仅仅是这些 修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日常的实践 它可以是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 选择在每天的某个时候 花几分钟冥想 或者是在生活中练习放下执着和期望 学会接受和拥抱当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定力正在逐渐增强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但只要我们持续努力 我们就能够看到成果 最终 你会发现 福报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和成功 它是一种心境 一种感受到生活中 每一刻都是祝福的心境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挫折或困惑时 不妨停下来 深呼吸 然后提醒自己 我有定力 我可以面对这一切 只要你持续修行 你的定力和福报都会不断增加 带领你走向一个更加充实和精彩的人生 当生活中的风暴席卷而来 你会怎么做 当你面临着困境 挑战或是压力时 你的心是平静的 还是像海中的浪涛 起伏不定 我们都知道 当心情变得焦虑和混乱时 解决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 你知道吗 越是在这些时候 越需要我们保持冷静 如如不动 想象一下 你正在海上驾驶一艘小船 突然 一场暴风雨来袭 海浪翻滚 风声呼啸 这时 你会怎么做 是让恐惧和慌乱支配自己 还是保持镇定 堕定正前方 当你选择后者 你就已经赢得了与困境的第一场战 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静下心来 深呼吸 然后采取行动 事情的结果往往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得多 这不是巧合 当我们心静如水 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本质 并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现在 让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 你可能经常遇到各种让人心烦的事情 工作上的压力 人际关系的矛盾 家庭的烦恼 这些问题像是一道道巨浪 一次又一次地扑向你 但请记住 正是在这些时候 你需要如如不动 保持静观其变的心态 你可能会问 这样真的有用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 当你保持冷静 你的思维会变得更加清晰 你不会被情绪所支配 可以更有目的性地思考和行动 其次 当你以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 你会发现 事情的本质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许多问题都只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就能够克服它们 最重要的是 当你保持静观其变的心态 你会吸引到与你心态相匹配的结果 这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 换句话说 当你拥有正面 平静的心态 你就会吸引到正面 美好的结果 我知道 这可能听起来有些神奇 但是 请相信我 这真的是真的 许多人在实践这种心态后 都得到了 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惊喜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困境或是压力时 不要惊慌失措 深呼吸 然后提醒自己 我要如如不动 静观其变 相信我 这样做 你会发现 生活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转变 惊喜将历临你的生命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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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